Hello 大家好 我是黑皮肖奶奶 继上周开箱完三二型管最顶级的欧式房之后 众所敲碗的黑松露宴影片来啦 开始前呢 如果大家有喜欢我的影片 请多多按赞 订阅 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说的也欢迎留言 给肖奶奶继续制作优质影片的动力哦 首先呢 小小科普一下 松露是生长在某些特定树种土壤根部的菌菇 因为产量稀少又价格昂贵 又被誉为餐桌上的黑钻石 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白松露产地为意大利 黑松露则是法国佩里哥地区出产的品质最为优秀 这次呢 三二型管飙到了台湾史上 进口最大颗 重量直逼一公斤 总价值35万的冬季黑松露 越大客的黑松露代表香气更为浓郁 我们这次刚好能吃到真的是三生有幸啊 餐厅要往下走到一楼 内部装潢蛮简约朴实的 我们被安排在有清格间的位置 入座之后呢 服务生便送上menu跟湿纸巾 并可以选择水或是气泡水 我们这次点了一份黑松露宴套餐 以及一份不同菜色的常规套餐 来交换吃看看 并且都各自搭配四杯的wine pairing 其他饮品酒类也都有很多好货色 可以在单点哦 等待上菜的同时 发现他们的餐具很特别 是爱马仕的Atalash马术系列 你看看这个造型 是不是跟马鞍上的配控很像呢 上菜前先送上了法国的Venos酒庄的 Princess黑中白香槟 餐甜细致果香丰富 搭配稍后前菜的部分 接着上桌的是有三二行管 烘焙师傅做的面包盘 有凯撒面包 面包棒 起色脆品及核桃面包四种 可以搭配很特殊的 马鲍鱼罗勒三种奶油 橄榄油 巴沙米粉醋 以及番茄沙沙酱食用 哇一开场就非常华丽耶 汤品的部分是苗栗红枣炖猪脚汤 胶脂丰富带着红枣的清甜 浓郁而不腻喔 好甜喔 很快的第一道前菜来啦 是彰化胭脂鸭 左边是金棗饼搭配蒜苗酱 中间是鸭心与洋葱泥 右方是鸭胸以及黑松露酱汁 这个组合感觉有点像 橙汁鸭胸的客家创意版本 刷头来服务生突然拿出 一个巨大的墓盒 是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香港 春梭中的黑暂时 法国佩里哥巨无榜黑松露 哇 人生中真的第一次看过 这么大的黑松露 而且一打开盒子 马上就有香味扑鼻而来喔 它已经有一个炭烤牛排位 你可以讲 此外盒子底部还有放意大利米防潮 同时也能吸收松露的香气 做成他们招牌的松露炖饭喔 接着各位不要眨眼 仔细听什么叫做松露下雪的声音 他们都不见了 哇 谢谢 谢谢 我已经看不到原本菜长什么样子 这个松露的份量真的把我们都吓傻了 此刻的我们就是真正的松露富翁啊 快来尝尝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味道吧 嗯 有点泥梅味耶 我觉得 其实跟阿贝那种泥梅的威士忌的味道很香 很野味 就是那种很 好发型喔 好香喔 你整个吃一小片来 你整个口腔弥漫的都是那个味道 才吃第一道而已就已经完全颠覆目前我人生中对黑松露的印象 甚至产生我究竟以前都吃了些什么的怀疑 重点是松露跟料理本身的祖虫搭配也很棒喔 松露让鸭肉的野味跟甜味更加的凸显出来 真的是猴野猴野啊 搭配第二道前菜的是来自西班牙的Mamory白酒 哇 超大 悉地 最大的松露就应该要配上北海道最大等级3L大干貝才对咯 要帮您考虑吧 哎呦 谢谢 多多以上 真的是视觉跟味觉的想念 哎呀 你看看 又是一个多到看不到原本菜色的份量 鲜甜的大干貝 左上干貝高汤精华酱汁 舒芙蕾的Q滑与伊比利火腿的榛果香气 像是甜美可人的邻家女孩 加上松露后 仿佛看见她突然穿了一双网袜一样的性感滋味 看看这个松露片美丽的纹路 你说这不就是大自然最美的艺术品吗 这就是有一种直冲脑门的味道 就是往上飙 其实松露更多的是在鼻腔中回荡的味道 多过于味蕾上实际的感受 有点烟熏 有点色香 总之是没办法被取代的一种神奇滋味 至于跟酒的搭配又是如何呢 我觉得松露本身就是有那种黎培味 所以它跟硬实味的酒一定会搭 而且不能太远 但很清爽 酸度要够 艾瑞克的这道澎湖鲜鱼粒零烧 也是毫不逊色的 酥脆的鱼鳞与水嫩的鱼肉 伴随高汤及石螺油的香气 虽然没有黑松露的加持 但一样表现优异 吃完前菜后来一道双彩椒沙拉 轻轻口气 接下来搭配主食的酒更有趣啦 你看这个杯中有似曾相似的颜色 原来是来自屏东布朗布朗小米酒 根据我们的菜色不同 还有两种不同的取种搭配喔 我是比较好奇这次到底会搭什么样的菜 这种 哇 炖饭来了 是我期待已久的招牌松露炖饭 它可是用跟松露一起放制的成年意大利米 加上松露酱 高汤等等材料炖煮 黑色的米饭 衬托着两只红艳肥美的腌汁虾 这画面真的太美我不敢看啊 再次登场 松露炖饭加松露 把他盖被子 看到这里我眼眶有点湿湿的 哎呀原来是幸福的泪水啊 香饭了 有什么味道 没有极限 各位客观 闻到了吗 这个松露炖蛋实在是太夭壽了 香到冥王心去啊 松露炖饭跟现跑的松露之间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口感浓浓滑滑滑 门口大地与海洋交织的鲜甜味 实在是太暗忍 太小混 我好怕我再也吃不到怎么办啊 虾超大吃的 这个腌制虾也是一个过分的大吃 过分的脆甜 过分过分各种过分啊 嗶嗶嗶 我的天啊 我要升天了 你看它熟度刚刚好 脆口鲜嫩 各位什么叫做味蕾高厂 有体验过吗 来吃吃看就知道 但是话说回来 小米酒真的会打麻道地 这就神奇了 小米酒浓稠的质感与香甜的米香 跟炖饭有一曲同工之妙 意外的很搭很惊奇耶 另一道主食是猪夹肉手工蔬菜意大利面 充满乡村感的温暖调味 软嫩的猪夹肉 以及有别于一般弹牙的手工面 有种吃了一秒到意大利阿嬷家的滋味啊 嗯 好吃耶 而且跟阿嬷喂食的方式一样 你以为没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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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才是我们的主菜哦 意不意外 开不开心 这道飞力也是今天最后一道的 现刨松露料理 照慣例一样要完全覆盖到 看不到主体味机枕 令人感受到三热型款松露业满满的诚意啊 搭松露真的有没有挂特的味道 本身红露就会有种野味 你要搭上黑松露这种这么强烈的味道 觉得这头牛从温馴的一头肉牛 变成一头红野的豆牛 我就是觉得牛不会很满 而对面艾瑞克的鹅胸美味也是不遑多让哦 你看这个粉嫩的色泽 还有这个鹅皮的胶色 闪闪发亮的油脂像是在跟我们说 快来吃我啊快来吃我啊 肉质一点都不会柴 沾果带有水果酸甜的酱汁 完全化解了油腻感 虽然已经吃了这么多 却依然两三下就清扫光光了 真的是我的老天鹅啊 这道我真的不会记得 更令人惊呼连连的是搭餐酒的部分 搭配菲利的居然是马哥宝 2014年份 波尔多五大宝之一啊 带有明亮的酸味 多层次新香以及香草肉顺感 而搭配鹅胸的是 法国伯根蒂的自然酒 带着炖煮过的清爽草莓酒酸味 由于这次的Wine Pairing 太令人满意 我们还特别询问 嗜酒师是哪一位呢 他是男生 他是男生 他是台湾目前嗜酒师 协会的理事长 他是全台湾第一个 达到法国认证的嗜酒师 果不其然 真的是太幸运了 最后到了令人雀跃的甜点时间 因为小奶奶是当月寿星 所以还要另外赠送一个 覆盆子草莓慕斯蛋糕哦 另外帮你准备的小鸡盒 祝你祝我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现在还有礼盒 哦 哪里 我们是知道有蛋糕啦 但礼盒真的是个惊喜 包装很漂亮耶 事不宜吃 立马猜给大家看看 几备一二三 哇哦 是九马龙的沐浴组耶 虽然跟住宿使用的是同一套 但这个礼盒设计的 很有高级感 收到真的会很开心哦 包装超漂亮的 对啊 而且这个是龙布面耶 真的 谢谢三二星馆 爱你 而且生日附赠的蛋糕 松软棉花酸甜顺口 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哦 已经吃了那么多道 可是这道甜点还是可以吃得完耶 可以吃完 会需要打包 另外原本的甜点方面 这道骨坑柳丁千层酥 将柳丁的酸甜香 结构成不同的部件 在口中重组 赋予了它更丰富的口感 而这道美丽的花生草莓塔呢 则是运用各式各样的草莓阻态 搭上脆脆的紫苏叶 以及富有土地香气的花生脆饼 好像我就站在土壤蜂窝的草莓园当中 大蛋草莓全餐的感觉一样 不得不说我真的喜欢他们家的甜点 完全没有被黑松露套餐比下去 反而做了更完美的收尾哦 看完了这集 是否有点心动啊 三二星晚黑松露宴直到三月 可以把握时间去体验看看哦 我是黑皮肖奶奶 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留言 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生日快乐 谢谢 有没有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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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